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也是全球有最多的较高政治人士的城市 那么香港就会我们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 所以很多的家族办公司也希望来香港 它在香港落户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财富管理的眷业人士 用我们的银行 信托 法律 会计等等 去带动我们基产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 也带动我们相关政业服务的发展 香港政府还会发布哪些措施 来增强香港作为家族办公室中心的吸引力呢 那么比方说我们在今年的三月底 我们也会做第二次的家族办公室的高峰论坛 那么还有我们在去年成立了香港的财富全程学院 让不同的家族可以在香港去多一些交流 另外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也就是投资移民计划的重启 那么投资移民计划重启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两方面吧 那么第一我们推那个家族办公室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的那些超高政治人士说 他们真的希望可以来香港 它的需求是很大的 那么主要的第二个不过是 我们希望呢 这个热情计划可以带动基金跟人才来香港 去推动我们的进制 还有推动我们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有关的详情呢已经发布 门槛是设定在三千万港元 其中至少三百万港元呢要投资于科创 另外呢投资类别是不包括住宅地产 所以为什么要如此设定投资移民计划的门槛呢 我们觉得这个三千万港币是有竞争力的 也是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的水平 那么我们本身对那个计划是很有顺心的 因为除了看门案以外呢 就是我们可以给他们选择的投资种类也是蛮多的 不论是香港上市的股票啊 债券啊 基金啊 一些我们所谓的友善合福基金 甚至西莫基金啊 还有一些非住宅的房地产也可以 您觉得投资移民计划能带动香港股市的上涨吗 香港的股票市场 我们超过八成的那个市值 是内地企业在这里上市的 所以基本上会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 包括第一就是那个外汇 因为股票我们香港甚至是用港币来节眷 但是很多内地企业的盈利跟它的那个价值是人们币的 那么第二当然我们内地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环球投资者 对那个内地的企业的那个盈利的想法 那么当然第三那个利率也是有影响的 您对于2024年的港股表现究竟有没有信心 市场是胜碟有很多因素 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市场是不是运作创新 正常的一些胜碟我们不会太在意 我们在意的是第一 这是我们本身市场的竞争力 是可以便利不同的哪个参与者在香港 很有效的去管理它的基金 那么第二呢 我们也是看有什么竞争力可以提升 我们一些香港的金融行业 金融资购的竞争力 比方说改革我们的捐购 或者是去年香港交易所降低了 一些香港的捐商要付的一些顺势的费用 最后想跟您谈谈 2024年香港金融业的发展规划 这些规划都有哪些 当中您比较关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会继续加强我们市场的互联互通 一方面去继续旷拥 打跨一点我们跟内地互联互通的机制 那么比方说我们去年 去年9月的时候呢 就是内地公布了 那个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2.0 就是比方说的产品啊 额度啊 参与的资购的种类啊 那个销售的流行怎么样去 去诱化嘛 诱化嘛 我们希望今年去落实 还有呢 比方说 我们实际上可以在香港发一个国家的期货 提供多一些的 那个风险管理工具 给国际投资者去投资国内的市场等等 那个是互联互通 那么对外也是一样 我们会继续去吸引国外的基金 那么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资产跟财富管理 那么比方说 我们将会建立一个 基金销售的平台在香港 那么第三呢 就是金融科技 那么比方说的 我们人才方面 我们将会推 我们会推出一个券商 学生的金融科技的实施的计划 第四个重点 也是推动律师金融 包括呢 我们会去继续发行 我们特区政府的律师债券 那么呢 我们也会继续呢 去透过我们的金融监管之沟 去提升我们有关 对市金融的一些范畴的一些标准 去让市场呢 在这方面继续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